從台東回來 然後這是我離開台東第一站 好遠喔 繞半個台灣 當然覺得很遠 認識我的人應該都會覺得今天屬命不太一樣 的確啊 變黑了 不用你們講 連我經紀人都在生氣 因為跟照片不像了 然後很開心就發了可以發第二張專輯 而且第二張專輯還是保留了很多母語的元素在裡面 但其實第二張專輯的話 很多創作的歌曲都來自於我的部落 我來自於台東 都蘭 聽過嗎 都蘭國小 十個小時之前我還在那邊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要看死瘋年紀了 我在這裡 對啊 我就這裡了 我頭部應該會有點生氣吧 然後當然覺得其實很早就知道 今天表演的狀態就是要發片了 我發片的時間寫在七月 其實心裡面已經有很大的衝突了 七月其實是阿美族的瘋年紀的時間 然後突然是從今天開始 你們來不及了也不用搶了 你們就在這裡聽我唱歌 聽聽講講就好啦 然後從我發片的時間 我發片演唱會剛好七月五號六號七號 才剛唱完發片演唱會在台北 然後隔一天就去重慎表演 然後重慎表演三天回來 就直接從重慎飛到都蘭 我在想說 這幾天的日子過得好像 時光隧道 在台北 重慎都蘭 然後現在我們都在台中了 然後什麼都沒玩到 然後一天到晚都在唱歌 那前面幾天 前面三天是因為 所以我們每年都會有自己 用一點點演唱會的收入 回去部落裡面 帶部落的青少年 國高中生 從事一些部落的一些文化活動 講沉重一點叫文化傳承 講輕鬆一點叫夏立穎 這個年紀那麼小 國高中生就要給他講文化傳承 人家當然會覺得很沉重 換一個方式 其實在我做音樂的方式也是 我很想要唱母語 然後其實我的母語創作 很多時候都沒有機會 再早些年前都沒有機會被拋掉 因為公司還是很希望我講國語 大家比較聽得懂 然後最近開始有把自己 塑造成韓國偶像藝術形象 所以才拍了這樣的照片 希望可以跟蘭PK一下 台灣的Rain很像喔 又會寫歌你看好厲害 因為我願意愛心付出為部落父親 好 然後轉了那麼大的圈 然後其實 心中一直覺得這段時間 應該會是很掙扎的一段時間 明明就其實花很多行李在部落裡面 每年捐錢回去部落 就是想要陪著這些部落的國高中生 其實他們真的在不用上課之餘 年輕人有機會回到自己的部落 那一天到晚往外跑 不過任何一個鄉下地區 應該都會面臨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留在那邊 就會有年輕人願意跟我一樣留在那裡 然後所以會很掙扎說 到底也要不要出來為專輯宣傳 當然一直到剛剛表演之前十分鐘 波羅的弟弟打電話過來 哥 我說什麼事啊 你到底做得好了沒有 OK了 沒有問題了 頭目來了 今天晚上有一個很重要的 迎接老人家敬老的一個醫師 所以我就 其實前面好段日子都很緊張 怕他們做不好 因為我第一次離開他們 這六年之間 第一次捐錢 然後人不在現場 那還好弟弟他們還靠得出來 所以我說沒關係 哥哥出來拚事業 然後以後我們會有更多的資源 可以做更多事情 所以還是來這邊 跟大家分享我的第二張專輯 然後有一首歌 也說在這張專輯裡面 很有趣 他是認識一個日本導演 一個過程中寫的一首歌 我覺得 我相信這首歌也相信這樣的緣分 這個答案也很妙 待會跟大家分享這個事情 這首歌叫信狗 好 掌聲 累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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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呀 哦 哎呀 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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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